嗨,我是姐夫,大家好 今天,姐夫的廚房工具箱要示範如何熬稀式的雞高湯 這是我們上次分解前雞之後剩下的雞骨頭 這些是我們要熬高湯要用到的香料蔬菜 它有一個專有名詞叫米爾布拉 米爾布拉的蔬菜料一般有青蔥、胡蘿蔔、洋蔥、西芹、蒜頭 要記得洗過再切喔 這是我們熬高湯要用到的西式香料 一般來說裡面有月桂葉、百里香、義大利香芹和白胡椒粒 它有一個專有名詞叫不顧甘尼 姐夫熬高湯會先準備兩鍋熱水 一鍋用來熬湯 一鍋用來汆燙雞骨頭 水滾了之後,先把香料蔬菜和香料放下去煮 再把雞骨頭用另一鍋熱水汆燙 後來就是要小朋友 炭化然後炭化 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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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糖 汆烫好的鸡骨把脏水倒掉 再把鸡骨头洗干净 鸡骨再放入煮香料蔬菜和香料的那一个锅子里面 这些鸡脚、鸡关会让鸡膏汤充满胶质哦 接下来鸡膏汤保持小火沸腾 大约要熬两到两个半小时 火不要开太大让它慢慢熬 也不要太糖搅拌鸡膏汤才会清澈哦 加入榨干油脂的鸡皮 这个鸡皮也会让鸡膏汤添加胶质哦 时间差不多到了 鸡骨头也可以轻易的分离了 先把鸡骨和蔬菜料捞起来 稍微的过滤一下 稍微的过滤一下 再用细一点的网子过滤 再用细一点的网子过滤 這是經過冰箱冷卻後的雞高湯 呆呆的充滿膠質 很不錯吧 這是姊夫用製冰盒做的雞湯塊 放在冷凍庫裡 要用的時候隨時都有 這個雞蛋造型的雞湯塊 是用小朋友之前吃完雞蛋冰的時候 留下來的模具做成的哦 好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下次的影片 姊夫再分享 如何煉製黃金雞油 如果遇到任何問題 可以留言給姊夫哦 姊夫的廚房工具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